爆料快床的广里城正在和莱安纳德的团队进行商讨 提前续约的可能性 要知道健康的小卡是联盟最顶尖的巨星之一 但遗憾的是自从加盟快床以来 他就无法保持健康的身体在场上打球 目前小卡有资格和快床签下一份 4年2.22亿元的超级顶薪合同 现如今小卡的合同还是在2021年签下的一份 4年1.76亿元的顶薪 到2025年才会到期 所以从球队利益最大化的程度来考虑 快床完全可以在下个赛季结束后 再和小卡商讨续约合同 他们有充分的时间考虑合同的事情 要看新赛季的小卡表现如何 以及球队能否争夺总冠军来考虑 说实话他一直无法保持健康打球 可能快床的团队也有问题 是不是过度的训练以及打法方面太透支身体 才导致小卡在季后赛每次都遇到伤病的影响 在为快床打球的期间 整整4年才打了169场常规赛和26场季后赛 比乔治的出场时间还要少 从这几年看下来 健康的快床他们有资格争夺总冠军 在季后赛的舞台 你的顶星球员受伤不打 放在任何球队来说都是致命的影响 屡次遭受大伤的影响 或许小卡真的要进行过度的附和管理 只要常规赛成绩不差的情况下 小卡能休息更长时间来打季后赛 现在快床也是在豪赌 小卡能恢复健康 大家觉得小卡还值得一份4年2.2亿元的顶星长约吗